人骑着水上摩托车 后头竟然还牵着 努力游过生水的乳牛 在大水中抢救生财工具 这是加拿大卑诗省 落农这几天的工作 卑诗省这场洪水 竟然还有铁路被冲断 导致整个美洲大陆的物流 陷入新一波混乱 目前正是年底进出口贸易的尖峰 温哥华封港每天会多 堆积台币超过120亿的货品 送不出去 而且官方估计 铁路系统最快也要周末才能恢复 甚至可能停运好几个星期 这场大水让加拿大西部沿岸 放眼望去成了水世界 从空中俯瞰 连电线都漂浮在水面 变成一条白色细线 气象专家警告 北施省在今年6月才写下 史上最高的摄氏43度气温 如今由于大水 现实极端气候的影响 越来越全面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